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主视角 我是你们的角色包 我现在是在成都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成都车展就开幕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里 第一个开的级别比较高的大型车展 然后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进到展国里 看一下今年带来的新车 OK我们现在来到了东方系列龙展台 在今年成都车展 冬雪带来了两大系列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看到的 天翼的TS1V四驱版本 再有就是登登登登登 Z-SYS的潮响版本 潮响版本你可以看到 它有三款车型 分别是C3的XR C4的Aircross 还有C5的Aircross 也就是我们先拿这个天翼 C5Aircross来举例 来说一下 这个潮响版本 ZDP车型是11.89万元 然后眼前这一台呢 是C5 17.07万元 这个潮响版本也会有一个 专属的车标 看一下内饰 内饰 这个样子的啊 也是有一个专属车标 是在这里 这座椅的特点啊 小标 车尾来看一下 哦这个尾灯很漂亮啊 变速度很高 这是外观套件 会有一些改变 其他的变化不大 这是天翼的PS1V四驱版本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车它它是由一台1.6T的 THREV专属高功率发动机啊 作为它的主要的动力 然后最大功率是140千瓦 最大扭矩是达到了300牛米 水平呢和2.0T呢相当 这是它的核心动力啊 然后电机呢 是一个永次同步电机 前日电机呢 峰值的功率可以达到81千瓦啊 峰值扭矩可以达到320牛米 后电机呢是也是永次同步电机啊 转速可以达到14000转 后置的电机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83千瓦 最大扭矩是116米 然后三勤的动力综合的最大功率 可以达到221千瓦 扭矩可以达到520牛米 百公里加速呢 官方给输的成绩是7秒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款车的价格 补贴后的价格呢 起售价是23.47万元 然后最顶配的呢是26.47万元 这间呢是差了300元的一个价格区间 哎这是这款车啊 它永久两款配置啊 PS1V丸子四驱版本 可以看一下外形 外观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车身侧面呢是有它的专属车标了 Apple的PLAIM PS1V的 插件是昏洞 车尾也是有它的专属车标 PS1V的CWD 黑化的围标 这个是它的插件口 简单的看一下内饰 看一下后排 后排 哇这个座椅看上去很舒服啊 大沙发 不过很遗憾啊 这款车已经被媒体老师们拍的没有电了 所以电尾是打不开了 我们只能通过 后座来看一下它的 后排空间啊 储物箱空间放倒之后呢 有一点点的小坡度啊 主要是它的这个后排座椅的坐地有点厚 后看上去很舒服啊 然后 还好吧 这个电池组没怎么影响整个内部空间 对大家还是关心这款车啊 它既然是插电啊 纯电大概能跑多少公里 官方给出的是58公里 综合油耗呢可以低至1.7升 就是插混的 独特的 这款车它的结构是P0加P2加P4 前后电机的电四驱 20多元的价格觉得怎么样 有竞争力吗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 OK 这一期呢是冬雪在成都市板里 带来的两款新品